現在中國的疫情已經是可受可防可控 沒錯 拐彎了 整件事已經放緩了 完全不用擔心了 不用怕 大家立即脫下口罩 深呼吸兩口 包你沒事 索一索輸筋沒量 上了公主什麼號再玩了 更開心 今早副國訪問那位朋友 就是我們這一百的石带話來的 他一直在那個號上面 那些船叫什麼 公主號 鑽石公主號 他跟老婆在一起 副國訪問那你跟老婆搞什麼 有什麼搞的 阿森哥問的 有什麼搞的 你眼看我眼 因為你總之有人送飯 你不能夠離那間房 其實等於坐這個 坐牢 抽格 當然他不是抽格 但是那個感覺 我猜 我就習慣了 我簡直想 享受 你有沒有坐過 那些房間有多大 我坐過郵輪的 有沒有這個直播室不大 加上Jana裡面那麼大 房間沒那麼大 我住的那間好像我們現在的直播室那麼大 這麼小的 這裡多少 連上廁所 你睡覺的地方 這裡放了兩張床 放了雙人床之後就沒有東西了 連上廁所 但是廁所很小的 你不要以為是 你不要以為是大廁所 你當作是日本酒店的 有個洗澡缸 很小的 但也不至於這間房那麼小吧 有百多呎 這裡有百多呎 我那次那間真的差不多 你有沒有露台 他不是露台 他是有個圓形的窗 就是那些 康樂大廈的圓形的窗 看到水的 他說他有露台的 今天那個朋友就說 那他那間有那麼多 他就有露台 但是他就說 完全不可以離開那間房 亦都不可以有人進來 即是叫互相 你又不准進來 我又不准出去 現在隔離啊 隔離啊 你那邊有人有世界 所以就問他 你平時你知道14天 不止14天 你有什麼做 他就說沒有 再看電影 即是看電視 看電影 因為他就給了電影給他們看 不斷看就不斷看 他就坐在那裡等 等早餐 吃完早餐再玩一會 即是看一會電影 吃完午餐再看一會 就做晚上 我知道好像每一天 都會定不會 隔兩天 都會有個時間 一個小時讓他們出去放風 有這樣的東西 也有 偏你的時間 你就可以出去 要偏你的時間 走指定的時間 譬如一個小時 即是跟坐牢差不多 其實那個感覺是嗎 即是坐牢 但他有什麼露台 我覺得已經比譚德志堂那些人好多 因為我去工作 我當時好像在商台 還是新城 我忘記了 就是上去 做一些MC 主持一下 那些晚上的晚會 那些抵太能盟 我都去過一下 兩天一夜 我記得在海運大廈下船 我只是說 很多年之前坐過去台灣的船 但那些真的叫做勞工艙 因為那些是最低層的 什麼都看不到 還要很吵的 因為很近機房 很熱的 因為那些最便宜的 你那些是坐船去台灣 坐船去台灣 即是交流 我們那些就是 在那裡睡三天 那些是 那些是郵輪 我們那些 享受世界 還有賭錢 最主要是賭錢 被人出公海賭錢 我知道這幾天 日本方面好像派了 每間房間派了一部電話 派給他們 在船上 可以自己上網 自己沒有電話 最重要是有一個APP 日本方面是安裝的APP 可以透過那個APP 知道自己 目前疫情的資訊是怎樣 甚至可以透過那個APP 我自己有什麼頭暈生氣 問一下APP 會有一些支援的人員 問他我感冒 發燒現在是怎樣 透明度高一點 透明度高一點 可以通過APP 跟那邊的工作人員溝通 我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但下船要給他們 可能 應該也是 其實我覺得 在船上可以上網 應該是 但聽說很弱 Wi-Fi很弱 所以他給電影 你這樣看電影 看就不用Five 最主要是做好Wi-Fi 就算你在那裡一個月 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 有得上網 有個手提電腦 你自己帶個 真的沒問題 帶個notebook上去 你給我就沒問題 你感覺如果只有這間房間這樣 你還可以說沒問題 你有露台 有露台 今天打來講有露台 不是每個人都有露台 如果沒有露台 沒有露台就慘了 沒有露台 封鮮空氣 打電話來恭喜他 他身體狀況 沒有任何病徵 這樣你還可以 如果你自己 只會暈眩 你只是暈眩 頭暈眩 你不怕 你又不能走 你又不知道自己是否中了 兩夫妻同一間房 兩夫妻同一間房 對 最重要是心理上 你可能會覺得害怕 你收不到外面的資訊 你可能上網又上不到 你就自己一個人 躺在房間裡 先看到電視 看到吧 那有新聞 有日本那些 你又不明白 最重要是害怕 你不知道 我躺在房間裡 我會不會被人傳染 中央空調 冷氣 會不會令我本身 也變成有病 所以今天打電話 如果冷氣沒有問題 他提供了 冷氣沒有問題 應該不會傳染到 因為已經在旁邊曬 切斷所有人和人之間的聯絡 或者見面 這樣還怎樣傳染 不過你也說得對 怕這件事的心理質素 會影響人做的事情 好像這幾天 不同的朋友 都可能覺得 刺子這麼能買 有些朋友跟我說 因為我那天 星期六起床之後 想想 不如試試買不買到 我還有少許 是的 還有四十五六卷 本來不用急 不如試試 買得這麼難買 早點起床 真的走了兩間 都是空空如牙 貨架上面 什麼都沒有 好 其實我已經帶了我姐姐 她的工人姐姐 因為我打算 我一拍下車 你進去買 買不到 我們會打劍銀行 好不要 快點上車 好快點進去 兩間都沒有 想到快點回到家 看到有個工人姐姐 街上的工人姐姐 拿著兩卷刺子 搖搖搖搖搖 那邊可能有 好 立即轉回頭 又扎搖搖搖 衝進去 還看到人拿著刺子出來 然後隔了一會兒 又是兇手出來 姐姐 為什麼人家買到 其實 整條工人都拿著刺子 但我進去就沒有了 真是失諸交避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小小的生活體驗 歸刺子 不知道你買不到 甚至乎現在打劍 不只是打劍錢 不只是打劍口罩 今早就有一宗新聞 有兩個兇徒 就是叫兇徒 早上趁凌晨 超市入貨的時候 就打劍了放在超市門口 那些刺子貨物 50條 50條 價值二千多元 港幣 有沒有傷亡 沒有 你做工人 都不會跟他搶 你要打劍 那沒辦法 你拿 既然你這麼有需要 你先拿 沒有所謂 刺子打劍 我便想 他當作打劍 就是自己問 還是炒 還是什麼 恐懼 二千多元 不是恐懼 你要多麼絕望 你才去打劍 這件事 你難道拿回市場炒 還不行吧 我當你家裡真的沒有了 我當你家裡還有一卷 你買又買不到 你會怎樣做 我會撕開那些 譬如本身用一格 用半格 用三分一格 不是 你回來公司拔幾格 在數碼港 最壞打算 你要用水洗 用水洗 用水洗 其實老實說 我不覺得這麼缺廁紙 我經常想 我不知道我家裡有多少卷廁紙 也不是我賣廁紙 總之我還沒見過家裡缺廁紙 如果真的缺廁紙 我就想 譬如最後只掛在廁紙裡 那一塊 我今早回來數碼港 我就在 拔十多二十格 不是 不是整個捲拿走 拔十多二十格 先帶著 就回家慢慢用 你一天撒多少次市 有些人三天才撒一次市 有些人一天撒三次市 怎會害怕得這麼厲害 要打劫五十條廁紙 這些多餘 我想他是不是即興 反正這陣子 都搶就要他了 我都想不通 去酒樓也可以 走過我們泊下車 遊站也可以 還有你炒得多少錢 他在阿高湖都說 是不是上水和粉 有一間藥房 在賣劣質賣 一條街賣了 最後是不是沒有人買 不過很難說 現在有些新聞說 這個沙田第一城 有成迷宮這麼多賤 其實超級市場都已經做了些事情 你要對抗盲腸 最好就是大量貨 你搶吧 再入貨 再入貨 你搶一搶就不搶 即是叫人不要搶口罩 就不是叫人不要戴口罩 你不想搶口罩 你就告訴人 有很多口罩在市場 你買也還有貨 那開始人就不用搶 因為那些醫生是白癡 上星期六天 有一群醫生開了記者會 什麼聯會 我看他們都是建制派的 他就說不用戴口罩 只要你距離一米那麼遠 而且你咳之前 你轉眼前 不要對著人咳 這樣就行了 多鬼余 他就是想這樣 令人不要驚慌去搶口罩 但你越是這樣說 那些人就越知道 你當然有詭計 有警罩 人是這樣 你安慰了我 對 人性是這樣 醫生全都不知道 什麼叫人性 你叫人不要戴口罩 大家不用戴 我都沒有戴 我做醫生都不戴 肯定有警罩 對不對 所以你… 你很怕下氣 對 很多下氣 我說話好 所以我們很辛苦 你唯一一個叫人不要搶口罩 就是告訴人 大把口罩 是 搶的我還有 沒錯 即是刺激 搶的也還有 多鬼余 那些醫生的垃圾 所以幾間儲格市場 就好像堆一棵牆 雖然暫時這些牆 都敵不過盲牆的人 因為我昨天去過這個白什麼 我又是沒有了 問那個賣服員 那個賣服員 不是呀 今早整棵牆 我說是呀 你這棵牆拆了 現在什麼都沒有 這麼厲害 那些人一個上午 就可以拆了那棵牆 這樣 因為那些人可能住樓上 明天有火 快點拿牆 老婆 一人兩卷 因為它限購 還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引起恐慌 就是貼限購 現在很多超級市場限購 每人只能買兩條 糟了 那一定是快沒貨了 你寫了限購 這些社會恐慌 如不可及 要限 限當然買多些 雖然限它 這次買完出去 放下 老婆你看著 我再進去 你每次兩條 限購 兩條 兩條 買二百條 對嗎 不僅僅 我上網看見有人 越限就越害怕 有個經歷 現在說限購兩條 有個姐姐 就一個人拿了六條 還是十條 十丁十丁 你擔心自己沒事 她拿著手推車 那些人排隊 就指著姐姐 不行的 你每人買兩條 你買這麼多條 你不行的 一天人頭計兩條 收銀的姐姐都不肯收 她說不行了 姐姐你放回廁紙 你給其他人買 然後姐姐依舊 就抱著車的廁紙 不行不行 家人離開 就不停打電話給家人 連那些小朋友 也擠下來 計一個人頭 你限購 逼到人 到最後她的車就買回 你家裡不用二十條廁紙 剛才你說限購兩條 其實限購兩條 背後的哲學就是 你買兩條 夠你用兩個月 你餓到 你餓到剩下一卷 你就下來 你又可以買兩條 其實是這樣的 但他們的解讀 限購姐快沒貨了 我們快點進入 這樣 這些就是白癡 我看到這些 如果我媽媽買十條廁紙 我老婆那些 不用說話 一定是扣分 扣分就是現在 扣滿十五分 就這樣 下地獄扣滿十五分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兩條 我不是說 我現在問那些 搶廁紙的人 所有搶廁紙的人 你問問他 你現在家裡還有多少個 我家裡還有十條 你一天扣多少次屎 你計算數學 一條十九 十條一百九 沒錯 我都說你擔心自己 很多人都沒有屎扣 很多人都是便秘的 三天扣一次屎 要吃西梅 加上最近是神經緊張 沒錯 你擔心自己沒有屎扣 比擔心沒有廁紙 大佬 如果我在這裡 我就會罵阿姐 如果我是藥房 你會為其他人制成不便 有些人真的 我記得一卷或沒有 我問想做生意 出落妻子都買不到 我有個朋友 我不知道有沒有誇張 他走三天都買不到 一卷一次 你對上一次 我自己幾時 三天都買不到 就是這樣 當你落不來 我經常都遲過人 那邊有 現在有整個牆 馬上 沒有了 而且這種人都是不思考 懶惰於思考 你為什麼要買一百條廁紙 在家裡 不用想 我剛才說 如果你發現家裡 剩下一塊廁紙 還有另一塊 在那個架裡 拔下來 在廁紙裡 你就要想 你要轉 沒錯 你就是想法 兒子 你今天上班 辦公室 辦公室 走廊的廁紙 應該有很多廁紙 你拔回十架 八架 給媽媽明天用 你的腦就要轉 沒有錢 你要賺錢 你團職就不用轉 你的腦 你明白嗎 沒有腦 這些人就是 他轉就是打電話 叫菇姐下來 沒錯 藍沙填素 就是 每人兩條馬 叫媽媽菇姐一起下來 抬廁紙 生活變成這樣 不過在疫情之下 更加可以激發我們香港人 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互愛 其實就像Michael剛才所說 有些人可能上班或各樣 一看到消息 有廁紙買了 趕到已經賣完 變成很多人 都真的買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資 我留意到最近有很多 我自己會入了一些社區的群組 Facebook群組 我留意到 我越來越多 可以體現到我們香港社區 真的挺有愛 譬如有些人見到 今天白街翻廁紙 我見到有廁紙買 我就買多了兩條 想著會否有其他谷友 可能沒時間買 可以原價養給你 或者有些媽媽 有的 這個有的 其實我下午也有空 如果你們有需要 有什麼想買 我可以幫你們留意一下 原價養給你們 真的太好了 不過大家最近都有很多 要派漂白水 漂白水現在好像呆旦 那種腸的潮流 好像沒那麼厲害 不過也有些專家 就是醫生 提醒大家 千萬千萬 當你去拿一些漂白水 怎樣也好 不要用一些 喝得的瓶 曾經是喝得的瓶 因為發生過很多的意外 就是家人 老人家 小孩子 看到一瓶 好像是水 就喝的 就是不要用一些 你明白嗎 就是喝開的礦泉水 或者一些 總之飲品的瓶 來作 沒有我先用著 千萬不要 漂白水是什麼顏色 你們知道嗎 白色 不是的 我昨天派了很多漂白水 我親眼看過 漂白水好像一瓶白酒 我們喝的紅酒白酒 黃黃的 類似忌廉的 黃黃的 再比忌廉淡一點 所以是不是 如果你用一瓶 喝得的瓶 你就死了 完全分辨不到 昨天有些街坊 因為我們鼓勵他們自己拿瓶 他們真的拿些喝水的瓶 千萬不要 你這樣 家人 你知道 你拿的你知道 你放了下去 你又不知道放在哪裡 然後你又上班 家人 小孩子 大人 有支援還未開 一口就拿命 或者可以職場 幫他拿些marker 寫著漂白水 小孩子未必懂得看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 你不要用這些飲食的瓶 不過那天你也說過 不要用一些透明的 盡量找一些不透明的 除非你是藍絲和黑警 我就鼓勵你拿透明的瓶 還要放在烈日當空 因為在太陽照射下 會揮發這些瓶 黑警就會毒死你全家 藍絲等 如果你是黃絲 或者是民主派 或者是支持說真話的人 就要用一個不透明的瓶 放在陰暗的地方 暗角打鑊的地方 最好 溫度不會高 對 最好是這樣 也知道多些 在疫情中 13至幾溫 今天冷了很多 相對濕度很乾燥 46% 今天最冷的 10點幾度 大帽山零度 真的嗎 零度 大帽山和昂平 是零度